美国加息步伐浪接浪 市场预期接下来联储局议息结果将会扩大加息幅度 导致本地楼价窄幅回软 代理分析指 预料反映二手楼价的中原城市指数CCL 即将跌穿180点 楼价指数一浪低于一浪中原地产 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黄良星指出 美国扩大加息幅度 本地楼价窄幅回软 预料CCL快将跌破180点 中原地产表示 近七周 四大整体指数升跌走势一致 出现四次齐跌 三次齐升 每次低位均一个比一个低 每次高位亦一个低于一个 楼价走势反复回软 值得留意 近七周计 CCL累跌0.05% CCLmax累升0.12% CCL中小型单位 累跌0.01% CCL大型单位 累跌0.28% CCL扎幅回软 但未有转勢大跌 另外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最新报181.05% 按周升0.46% 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领先指数 CCLmax报182.25% 按周升0.45% CCL中小型单位 报180.36% 按周升0.40% CCL大型单位 报184.54% 按周升0.75% 近七周计 四区楼价各自反复下市低位 新界东CCLmax64升3跌 累跌2.13% 跌幅明显 新界西CCLmax63升4跌 累升0.71% 港岛CCLmax63升4跌 累升0.32% 九龙CCLmax64升3跌 累升0.68% 本周新界东CCLmax 报192.05点 按周升1.58% 连升二周共1.64% 新界西CCLmax 报170.08点 按周跌0.32% 结束二周连升 港岛CCLmax 报1885.48点 按周升0.88% 九龙CCLmax 报175.62点 按周微升0.10% 预告楼市持续调整较早前 中原股价指数 主要银行 CBI最新报15.98点 较上周18.23点 下跌2.26点 连跌五周共50.00点 该行分析 今周CBI跌幅明显收窄 但低企15点水平 预告楼市调整持续 CBI持续低企 显示银行应对7月美国加息的预期 按揭取态趋向紧慎保守 中原认为 CBI未有进一步跌穿10点水平 预示楼价调整幅度有限 楼价未有转势大跌的信号 上周CBI急跌25.56点 跌穿40点好淡分界区间下限 兼跌破20点水平 反映银行为防范7月美国进一步扩大加息幅度 以息前率先再调低股价 熟字保行为 展望7月底美国以息前 CBI不会再大跌 于现水平徘徊